台经院预测台币升到顶,不易再升 台湾经济研究院昨天发表景气动向报告 其中对于台币汇率走势 台经院提出不同于外资的看法 认为台币升值趋势已经到顶 再升破28元的几率不高 台币汇率这一波升值 从2009年2月的1美元对35元台币一路狂升 本月初冲到28.56元 颇段升幅达18% 近两三周已开始回贬 虽然昨天因美元走软 台币汇率小升6.4分 收1美元对28.945元 但据前高28.5元已回贬四角多 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陈苗说 台币一路挺进28.5元 纯粹是因为国际美元疲弱 目前外资并没有大幅汇入 加上每年第二季是出口淡季 因此台币的需求不高 渴望回贬至29元之上 台经院预测今年台币汇率均价为29.2元 比万资称商货外银预估27.5到28.5元来得高 但仍低于保华研究院预测的31.6元 中研院32.03元 以及中金院的33元 另外台经院也说 由于4月台币大升下到多数企业 在成本增加获利减少情况下 厂商对下半年景气看坏的比例 已有13.3%增到22.7% 动新闻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